大家好,我是JBCrypt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此频道专注于比特币、以代访 以及各种数字货币的行情分析 带领你保住市场上大部分的赚钱机会 好,我们复杂不多说了今天的盘面 如果想要知道今天以及接下来短线长线上的布局 请你把这个影片看到完 你才了解到专家集团队是怎么分析和布局这个市场 带给你逻辑思维非常清晰的一个布局 好 我们看到比特币 比特币的部分 先看到日线级别 我们先画一下这个压力位 大致上就是在63,000这个位置 我们画进去一点大概是63,600 63,600这个点呢 我们日线级别碰触之后 的确产生了一波回落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日线级别的开手盘价 而且在这边呢 我们看得到它这边其实也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压力位 如果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延伸的话 可以发现 上一个小小的盘整箱体中 这边是一个支撑位 这边是一个压力位 所以现在支撑变成压力嘛 所以我们上来 河里出猫这个位置呢 才能下跌 你看这边也是一样 上来碰到这个地方下跌 碰到下跌 所以目前呢 我先讲有两可能性 一样我们都以一个概率大和概率小的一个状况 来分析这个市场 好先讲概率大的状况 我们先讲概率大的话 它会怎么走呢 我认为比较有可能的方式 会是这样走 会是从这边 回踩这个 回踩这个 61600的位置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震荡 最后突破这个点呢 突破之后 在这个地方进行震荡 震荡时间只要够久 将会上看 新高 OK 这是我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一个情况 好 接下来讲 我认为有可能发生 但是 可能性比较低 也就是说如果 莊家 觉得洗盘还不够 想要再砸一波的话 他们可能放出一些利空消息啊 干嘛的 把这边 只要砸穿这个点 我认为砸穿六万一这个点 只要砸穿这个点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行情就很有可能 再继续往下走 为什么 为什么说 六万这个点不是还可以布局吗 对 这点的确是一个支撑 但是 话说回来 这边往上买的人啊 突破之后 有很多的买入 如果跌破这个点 再次跌到六万这边 会有很多人 止损 所以造成一个 恐慌性的一个跑盘卖 会导致价格跌破六万 所以我们现在观察 六万一千六 这是一个多头的防守底线 如果跌破这个点的话 那么价格很有可能 会来到 我们先前讲的一个重要点位 也就是一个费波那契 0.382和0.34的一个位置 大概是 五万六千九到五万八的一个区间 中界点 我们抓五万七千五左右的一个位置 将是我们日线级别超强支撑 打到的话 请无脑做多 OK 好 这是我认为比较难发生的情况 如果打到这个点 回踩来到六万一千六 你也可以布局你的多单 好不好 在这个点 布局你的多单 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合理 而且 性价比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好 把它稍微圈一下 大致上也就是这里吧 帮你做一个绿色的圈旋 好 我绿色圈旋的地方 如果它跌下来的话 那么 将会是你多单开仓的一个点位 好 这是比特币 今天就没有什么好讲的 毕竟我们就还在盘整区间嘛 对不对 还在盘整 所以我们就无法做出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思路 好 我们来到以太坊 以太坊呢 我们先讲一下它对BDC的一个对价 上次是不是有讲到 它回踩之后会不会上台 你看 的确上台了嘛 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样 所以目前呢 我认为它会在这个箱体之间 做一个小小的震荡 然后呢 再次会突破这个箱体 是迟到事情 所以 突破这个箱体之后呢 以太坊将会开启 短暂的一波独立行情 来到0.07189这个位置 达到之后呢 可能才能又回落 它可能达到之后 再次的走的比比特币来的一个弱势 这是我对以太坊的一个预判 好 所以以太坊目前呢 还是有这个迹象 将要走的比特币来自强势的 好 所以 你让来到比特币的优势指数好了 比特币的优势指数啊 我们看得到 它这个地方 暂时得到一个支撑 大概就是44.76这个位置 相对以太坊 也就是大概 0.067这个压力 所以只要突破这个点 以太坊将开启独立行情 也就是突破 新高All Time High 好 来我们讲到以太坊 的一个 对 美元的币价 好 然后我们先讲到 短周期级别 短周期的话 它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废温纳西的一个分析 从底部一步一步画上来 带大家重新演示一次 以太坊这个走势非常的 标准 OK 你看 从底部上来 一辆上涨 回调到38.2 继续上涨 好 第二波呢 我们看一下 第二波 回踩来到 哪个点 五菱中轨这个点嘛 背靠趋势线 可以做多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下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好 现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看一下 看 回踩到0.618 看 又踩0.618 所以 我们会知道这个点呢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撑 我认为它短周期级要踩坡的点 是相对来讲比较难的 但是 一样我们 对照比特币刚刚的一个想 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 比特币啊 它的6万 相对于以太里大概就是 大概4千到3千9的位置 也就是我画的这个 大家记一下 618 OK 好 让你了解一下 这个回调深度 有越来越深的趋势 所以 接下来 以太坊突破新高之后 它就会开启下一波的上涨 如果无法突破新高 那么如果跌破这个点的话 这个区间 也就是3900 抓下来一点 也就是大概 3千9到4千的位置 抓下来一点 这样子 这个区间如果跌破的话 那么它将会来到 我们刚刚说的 大周期菲波纳契 相对比特币来讲 以太坊的 0.3R 大概也就是 3千714 3720这个位置 这位是以太坊 回调的一个 非常好做多一个点位 相对比特币的就是 5万7千5 好 我认为 DL这个点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毕竟以太坊看 日线级别 我们看到 4170这个点 4170这个点 4170呢 目前它已经是站上了 站稳这个区间 所以昨天我也是做了一个 多单 大家看一下 昨天4143进场 然后 街图价格是4206 好 大概是72%的一个获利 我觉得 还是一个 开始阶段吧 我觉得还可以这样子 主要就是依据这个趋势 进行一个多单布局 主要是它已经突破了 你看 4170这个点嘛 对不对 这个点之所以重要 日线级别的开速环架 看 1234 第五次突破 我上次里面有明确提到 这点突破 可以开你的多单 如果有成功开多单的朋友 那请回复 赚钱了赚钱了 我会非常的高兴 并且继续的分享 一些格局和思路的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下大周期级别 你看 这边有一个3950的强大支撑 同时呢 这也是什么 这个碗底结构 碗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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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点 如果它再次跌下来的话 请不要害怕 再次布局就对了 它将会继续上看 更高的位置 这是一个可能性 当然它也有可能这样走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 就得到一个支撑 就是4170这个位置 它无法有效跌破 它就可能在这边 这边进盘子消耗 就往上走 我认为这辆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再跌下来的话 请布局多担 我认为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这是以太坊 好 我认为以太坊 接下来有机会走得比比特币来的强势 这是我的看法 好 再来看到BIT 这个B 我认为已经走得非常非常强势 OK 你看 我们回踩来到这个点 回踩到这个区间之后 突破这个下降楔形 之后产生一波暴涨 接下来它的目标 现在看到哪边 它这边可能 再次进行一个小震荡之后 小震荡之后 还会再突破前高的 突破前高之后 将会上看2.75这个位置 主要是跟BIT 它的一些新闻利好有关 但是基本上 价格为王 基本上这些讯息 都会先反映在价格上 所以我们依照价格做 就是可以做出最精准的判断 所以目前它已经在飞荡大气 得到一个有效支撑 并且突破了0.34、0.382 这个回踩位置 已经达到新高附近了 所以它在这边进行一个震荡之后 将会突破新高 并且创出一个更高的位置 在2.75 618 2.96 而且2的位置 3.2 这是我接下来看到的 三个目标的位置 希望大家有听懂我的意思 如果有知道 要怎么布局的话 现货的位置的话 我觉得任何时间都是买点 你看目前已经是一个 站上 飞荡大气一个很好的状况 所以我认为 现在的位置布局多拦 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这个区间都可以买 跌下来也可以买 上方位置将看到 短期2.75 最高看到3.2的位置 好 5浪模型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看吧 看这样 1 2浪回调 3浪上涨 可能涨到这边 4浪回调 5浪上涨 这是一个道士理论 最基本的一个思维 好 这是BIT 接下来我们看到DOT 好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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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呢 已经盘整了一段时间了 我认为他接下来 将会展开一个行情 看这边已经盘整了 大概有11天 两个礼拜左右 看他这边 目标位 将会先看到大概49的位置 他这边长到49的位置 大概是 也就是这边吧 可能会回踩 但基本上我认为 他将会来到这个位置 所以 还没有布局现货的朋友 可以在这个地方买入DOT 你将会还有大概12%的一个 涨幅获利空间 这是我对DOT的看法 这个底部形态 已经讲了太多 我自己讲N辨 看 已经突破了 所以目前它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状态 好 接下来看一下ADA ADA目前呢 它已经盘整了非常久 我认为它 会迎来一个非常不错的涨幅 你看 这边已经涨了非常久 所以如果它有效突破3.8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2.3的位置 那我们将会上看哪个点呢 将会看到 将会看到 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测量 如果突破的话 将会看到2.8的位置 OK 但基本上我看一下 这个funding rate 资金费率部分呢 我们补充一下 目前小b又是 有些过热情况发生 看0.06 0.04 0.06 0.0 0.1的 很多啊 ADA 0.12 甚至它还没有涨 就已经发生了这么大一个支费 所以我认为啊 还是有可能再次洗盘的 就是 还是市场有蛮过热的啊 对 它过热的情况非常快 以太坊的话还好 比特币也还可以 主要是其他小b 目前 过热的情况非常严重 看0.12 0.11 过热的情况非常严重啊 好 所以 我还是建议啊 线外为主 如果你想要大仓位合约多端布局 无论再等一等 毕竟这个资费很高 还是有个前代的风险在 OK 风险比例更重要 大家永远记得 以上今天的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加密货币行情起伏巨大 策略分析具实消性 如果不想错过最佳的赚钱机会和资讯 请按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加入最赚钱最专业的 华人虚拟货币行情交流频道 我们下次见